动动手 动动脑 动手玩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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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家好 嘿 我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可以设计你自己的画报哦 还可以让它看上去真的很特别 把它撕成碎片 过来这边看看 我们呢 买一张很大的纸 大的足够把手放上去 在上面画出画报的图 你呢 可以设计自己的画报 或者用别人的设计 也可以用一些照片去寻找灵感 我已经找到了一些虎精的照片了 我要画的是一张虎精的画报 我有一个画虎精的好办法 注意看啊 首先在纸的这边画一个鸡蛋的形状 然后呢 再画个三角形 接下来你可以画尾巴 让它看起来像鲸鱼 我现在用的是铅笔 先用铅笔是比较好了 如果画错的话可以用橡皮擦擦掉 然后把鲸鱼鳍给画上去 一对非常大的鳍 接下来呢 鲸鱼还拥有这些奇特的斑纹 对不对 那儿是白色的斑纹 在那儿还有另外一种斑纹 我想就像是这个 不要忘记哦 虎精的嘴里面还长着可怕的牙齿 我想还有一些斑纹在背上 也许一些在这里 一些在这里 目前这只是我画的草图 当你在做画的时候 你可以写上字 只是你写的字要符合你的内容 而且不需要写得太整齐 开始的时候随便一点 因为过一会儿你还要画上细节 把它压缩为深海 因为它是描写深海的画报 就像这样 然后当你设计好画报之后 你就可以考虑每一个部分要画的颜色了 现在呢 我想把精的背部涂成黑色 所以我只需要在这写上浅灰色 好贴心我 这些标记或许是浅灰色 像这样 或许是白色 在这下面是白色 也许舌头是粉红的 白色的牙齿 牙床是灰色的 不过我想骑是黑色的 所以我只写上代表黑色的英文字母 而尾巴呢 是浅灰色的 这是用来提醒我的 上面写的字呢 我想画成白色的 好了 我知道它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些英文字母 可是我不会用任何颜料去给它们着色 我会用一些撕碎了的彩色纸片 好 我要从精的背部开始 这是深灰色区域 就是这了啊 你只要撕一块同样形状的纸就可以了 这需要很精确哦 你可以进行调整 不管你怎么做 可不要用剪刀去剪它 因为如果你像这样把它们撕开 有很多的碎片 撕碎的效果会使你的画报更加的别致更新颖 让它看上去让人着迷跟疯狂 让它看起来有更好的视觉效果 我要一直去看着我原先打的草稿 我要做的只是进行一些调整就可以了 好 手大了一点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舌头的部分 所以我需要一些粉红色的纸 同样的只需要把它大概的撕一下 然后再调整它的位置 像这样 我是非常精确啊 然后当你做完舌头 可以做其余的部分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撕好所有的纸 接下来把它们全部呢 放在图案上面 就好像在做一个拼图一样 嗯 我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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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把它们大概的摆放好了之后 就像这样 用同样的方法把你的字给摆好 不过这个时候 你不需要把纸撕成字母的形状 只要撕成像这样的小纸条就可以了 用这些小碎纸把你的字母给摆好 你就得到了一幅令人着迷跟疯狂的画报 而且是真正用手工制作的 会给人轻松的感觉 在那里做字母 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字母 当所有的东西摆好 就用胶水把它们都粘好固定住 那么你就会拥有一张这样的海报 这是我撕成的 看到没有 深海画报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 撕下来一些纸片 摆上了一些用纸做成的牙齿 我还要擦着那些铅笔做的记号 所有这些都来自于撕碎的纸片 你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设计方案 过来看这边 五道课也可以哦 用同样的撕纸方法 要清楚记住的就是 先撕好那些画报上大块的部分 然后粘好它们 然后再去撕比较小的部分 或者是设计你写的字 最后你可以把作品挂在你卧室的墙上 动手做做看这种丝纸的海报 大家好 我是脑袋 我从来不知道 丝纸可以产生出来这么棒的效果 而且做法还好简单哦 设计好你的画报之后 选择好颜色 撕一些纸片 然后摆在你的画报上面 来看看我做的画报 哦对了 你别忘了一件事 要把它们统统都拧好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将会是一个伟大的创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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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跟刚才的做法一样 只要以你的手指为边界 着色就可以了 而且只需要按照你的图片或是界线去移动手指 而且非常迅速的图 记住 你不需要画得很整齐 因为你的手指 因为你的手指会帮助你完成它 会留下很整齐的颜色 你只需要再做一些细节的修饰 像这样 再重复一遍 只要靠着手指 只要靠着手指 只要靠着手指继续塗大树的底端 要做好这个细节哦 我发现到 如果你沿着同一个方向 一直在纸上涂颜色的话 会很快地就涂完整幅画 这个方法真的是蛮方便的 不但精确 效果又很好 用这种着色方法会涂得很快 继续用这种方法 用你的手指 用同样的方法 用同样的方法 涂太阳 动作要快哦 然后很快地涂这边 还有那边 而且你能够很快地完成一大部分 现在你没有必要追求完美 只需要利用你的手指 像这样子给它们着色 沿着边线 真的 利用你的手指 可以画出复古的效果 我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技巧 看看这个啊 如果你先用铅笔去画的话 然后把手指摆在不同的方向 注意看这个啊 我沿着一个方向摆我的手指 像这样沿着线移动 现在呢 把手指换到另外一个方向 继续画 注意看哦 在顶端涂上颜色 然后横着 像这样的放好 你要把手指头当做齿来用 虽然不是很整齐了 但是整齐的东西通常让人厌倦 对不对 看吧 如果你用同一种方法完成了一幅画 把手指放在不同的方向上 当你擦掉铅笔痕迹之后 你会得到一种原始的效果 动手做吧 请注意啊 我只发现了这个技巧 而如果你动手去做了 而且有了更好的方法 要告诉我 动手做吧 手指边线法 哦 真是没想到耶 这真是一种很实用又好的建议 你可以用它画边线 画出阴影 还有着色 或者是用在其他更多的方面 哎 我自己也尝试去做了哦 可是 我竟然没有一根手指头可以去用 真是可惜 哦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卡罗琳 我做了这个3D立体浮雕 用了三次同样的摄影作品 然后把它黏在一张薄的纸板上 大家好 我叫做沙拉伟 做这幅画是剪下了三张同样的设计图 把它们摆成不同的高度 然后前后贴在一起 你好 我是丹尼尔 这是我的3D立体浮雕作品 哇 好棒的作品哦 技术很棒哦 只要用一点的小械子 把纸板贴出层次感 就可以制作出3D的立体图画 来试一下吧 先拿一张薄的卡片 或是一张厚纸 在一边画一个很简单的形状 就画一个非常粗糙的气球 然后就可以把它剪下来 看上去像是这样 然后用它当模板 再画两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气球 并且剪下来 现在我经常用不同颜色的卡片 所以它们看起来就会像这样 然后从小的纸盒上 剪下几块正方形的纸板 再像这样子的把它涂满胶水 接着再把其中的一个贴在你刚才剪下来的气球中间 如果你做的是气球或是任何形状的东西了 接着贴另外一块薄的小纸板 一个小方块贴在适当的位置上 现在它是两块纸板的厚度 然后你还有一块纸板的鞋子 然后用同样方法做另外的两个气球 就像这样 稍微偏移一点 你很快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然后再拿起胶水 涂在第一块的鞋子上 之后把它粘在合适的位置 粘好了之后把它翻过来 在纸张或是卡片的背面涂胶水 我在这里用蓝色的卡片制作天空 然后再拿起胶水 涂在第二块上 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块稍微偏移一点 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 记得放偏一点 在第一个的顶端 然后把它们压一下 最后用同样的方法去连第三块 贴在那个小块的鞋子上 然后把它放在稍微偏一点的地方 再用手指压一下 固定好位置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加上一些细节了 我用一小块粉笔像这样子照亮这一边 然后你可以用一支签字笔来涂上颜色 并且再加上一些细节 现在你就拥有了一副简单的3D立体的图片了 接下来如果你剪下三个纸框架 让它们是同样的尺寸跟同样的形状 然后把一个摆在适合的位置上 像这样 你可以用一支很细的黑色签字笔 在上面画一些细线 以前我常这样做了 然后在框架上制造一些圆木的效果 感觉很好哦 好 把它放在上面 接着你要用一些械子 粘在每个纸框架的后面 要用两层的厚度把它放在你的图片上面 接着呢 把另外两个放在位置上 同样的要稍微的偏离一点 然后调整它们的位置 像这样子 现在你拥有了一幅3D立体图画 还有3D的立体框架 你可以根据喜好做简单的制作 就像我这样 或制作一些更复杂的作品 这个怎么样 看看3D的立体天鹅图画 为了要衬多美感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一个3D框架哦 动手做做看 利用博纸做的蟹子 去制作3D立体图画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